高雄市新兴区过去有婚纱一条街的称号 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积极打造爱情产业链 为了让新兴区婚纱街特色持续发展 新兴区公所结合婚纱业者举办2019幸福99最爱幸福在新兴的活动 市长韩国瑜出席记者会 欢迎市民朋友来到新兴区感受幸福甜蜜的氛围 大大的喜字呈现爱情装置艺术的浪漫氛围 高雄市政府即将举办2019幸福99最爱幸福在新兴的活动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记者会再度剥划爱情产业链的愿景 爱情的世界如果去一个地方追寻一段美好的历程 将来有一段美丽的回忆爱情 谁都愿意没有人能抗拒 所以我们高雄一定要推爱情产业链 这里面绝对不是只有一个爱情摩天轮 爱情摩天轮是一个指标 世界上全世界有多少座摩天轮 两万座五万座十万座都不知道 但是直接把它定为爱情摩天轮 甚至把爱情的元素放进去 我相信我们高雄做成功将来是非常吸引人的 海市长还说高雄市绝对有条件推动爱情产业链 在高雄为什么要发的爱情产业链 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 全台湾唯一用爱情命名的河流就在高雄 爱河 那新兴区这边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了 想打个戒指迎楼 想订个喜饼 想住个民宿浪漫的饭店酒店 想做婚纱摄影礼服 它一条龙都好了 也就是说高雄一定要大力推展爱情产业链 新兴区向来有婚纱一条街的称号 这次去公所结合婚纱业者 规划爱情为电影 创业婚纱橱窗比赛 大力推动婚纱街的特色发展 7号当天还将邀请36对银法夫妻到现场 分享爱情故事 而市长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新兴区 感受这里的幸福氛围 记者王四五 吴敏元 高雄报道